李医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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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是来复查的 这是我病历 这 这是我写的吗 是啊 我之前都写什么了这是 您自己的字 您自己不认识 不应该 你这拿反了你 不好意思 之前做运动 软组织挫伤 大夫 我这胳膊没事吧 没事 之前有一个小伙子 比你惨多了 让女朋友打得 浑身粉碎性骨折 抱着跟木乃姨似的 都让我治好了 大夫 您说的这个人 他也是我 这事闹了 给你开那些药都没停吧 没有 一直没停 那就好 一天擦几次 那是擦的 不然呢 大夫 那药 口服的话药效还一样吗 小华子 这个可能已经超过了我的医学范畴 这样我给你两个建议好吧 第一个建议呢 是去骨科重新拍个片子 第二个建议呢 第二个呢是三楼肠胃科再挂个号 行 那我顺便也去四楼的脑科看一下吧 那我建议也是 下一位 李医生 李医生 你看 有了 看一下我这片子呗 还是你啊 行 我先看看 好 你先坐 你是我老公的幻者啊 您是李医生的爱人吧 眼光真好啊 小伙子真帅 你有女朋友吗 有 我女朋友可是名厨呢 那咱俩品味很相像啊 都喜欢用刀的白衣天使 大姐您您真有我 小伙子 我觉得这片子有问题啊 要按照这个片子显示 你得做手术了呀 而且还有截肢的可能 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一个月前你怎么不说呢 当时我来的时候你跟我说 只养几天就好了 现在你跟我说做手术 你这医生太不专业了 我要投诉你 李医生 是我错怪你了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了 医疗工作者的伟大 你们有时可能会面临着 来自患者的不解和质疑 但你们依旧 用极高的专业态度 和职业素养 去温暖每一个患者 这是我特意给您做的 一面锦旗 做得真快 遇到你这么有文化水平的患者 我也是三生有幸了 感谢你 我们既然选择了做医生 就选择了奉献 我们愿意陪人间一起面对 我们愿意陪温暖一起飞翔 谢谢 谢谢